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攻读的经文是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到九节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对索罗巴伯所说的话 不是依靠权势 不是依靠能力 而是依靠我的灵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所说的 大三啊 你算的什么 你在索罗巴伯面前必夷为平地 他必安放那块平顶的石头 必有欢呼的声音说 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耶和华的话又领到我说 索罗巴伯的手奠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这样你就知道万君之耶和华 猜浅了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是今天的经文 愿上帝祝福领受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 我要代表伯大尼堂 这是我的母会 来向我们将立伯大尼堂的科目师 还有我们的教会的长职 同工们来请安 愿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在这个解封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 能够回到上帝的家中 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 一同的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 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为了今天早上的崇拜 我们要领受你的话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恳求天父上帝借助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遮盖我们 洁净我们 保守我们 恳求父神借助保护师的圣灵 映醒在我们的中间 开我们的心窍 开我们的耳朵 能够明白上帝的话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天父的恩典 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 这个排除万难的信念 排除万难的信念 我想我们过去这两年多来 大家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我想全世界 现在就算是疫情已经稍微平稳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因为战争 因为通货膨胀 所以造成我们在生活上 也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刚刚在新加坡平稳 我们看到又有另外的 这个猴豆病毒又在发生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将会是越来越多的问题 越多的困难 所以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 在万难的当中 我们能够排除万难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排除万难的信念 我们所在的世界 的确是像刚才我所说的 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 其实有多灾有多难 我相信大家都很非常的清楚 各位我们知道信念是什么呢 信念就是引领人生前进的一个灯塔 而信念是促进我们人生奋斗的一个动力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第六节到第九节 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座右铭 因为大概在十五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参加了 很多牧者教会的领袖们 参加了环球领袖峰会 在这个环球领袖的峰会当中 其中有一个讲言 他特别讲到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信念 要有一个信念 那么我回家以后 我就祷告说 上帝求你赐给我一个信念 我不要抄这个讲言的信念 他有他的信念 不过上帝你给我一个信念 那很奇妙的 上帝就把这一段圣经赐给我 而当上帝把这段圣经赐给我的时候 当然我知道这段圣经当中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也是我当时很熟悉的经文 就是不要依靠私利 不要依靠残忍 还是要依靠上帝的灵方能够成事 我只知道这些圣经而已 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么当我在读 详细地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那我就感谢上帝 因为这段圣经是讲到什么呢 就是索罗巴巴在主前夜537年 他带领了第一批的五万的犹太人 回归耶路撒冷 而在索罗巴巴要重建圣殿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困难 而上帝就借着先知撒迦利亚 鼓励索罗巴巴 不要依靠私利 不要依靠才能 乃是要依靠主的灵 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这段圣经就是上帝给我的这六个信念 大家看得清楚吗 请大家注意那个颜色 第一个信念是什么 我从这段圣经当中 我得到的第一个信念就是 我一定要信靠圣道 那个是在第六节跟第八节 请大家注意上面的颜色跟下面的颜色 要对比一下 你就比较清楚 那么第二是什么呢 我一定要依靠圣灵 第六节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那么第三呢 我一定要得胜大三 你有看到第七节说 大三啊 你算什么 在索罗巴巴的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所以呢 从这段圣经当中 上帝给我的信念是 我一定要得胜大三 第四个信念呢 就是什么 我一定要付出代价 你看第九节 索罗巴巴的手 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然后第五个呢 第五个信念呢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这里说 第九节说 立了这殿的根基 是一个开始 然后呢 也必完成这功 这是一个结束 就是大功告成 最后 第六 第六是什么呢 第六是在第七节 第七节说 下半节说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按在殿顶上 人且大声欢呼说 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搬出一块石头 就是最后的一块石头 按在殿顶上 那就是大功告成了 就是排除万难了 所以呢 这一段圣经当中 上帝给我这六个信念 这六个信念 都是从这段圣经里面 拿出来的 而这段 这些信念呢 有时候你看一些吉利讲座的时候呢 好像也是跟吉利讲座的很相似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是圣经的信念 我相信是吉利讲师 超圣经的 不可能是圣经超他们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段的圣经的当中 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 上帝给我的这六个信念 今天早上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六个信念 第一个信念 第一个信念就是 我一定要信靠真道 圣道 就是主的道 这里呢 请大家留意 这里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人城市 为什么说依靠我的灵方人城市呢 是谁说的 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然后你看第八节呢 又再一次的说 所以上帝在这里 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依靠我的灵 帮人城市 第二件事情 是上帝对所罗巴巴说 所罗巴巴 你的手要做工 不要以为说依靠圣灵 那你就懒惰 可以不用做工了 那事情就成就了 没有这些 这件事 你要做工 你要立的电的根基 还有你要完成这工 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万君之耶和华说什么呢 依靠耶和华的灵方人城市 第二 依靠所罗巴巴的手来完工 大家阿们吗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以为说我们依靠上帝的灵 我们就可以不用做工了 或者我们说 我拼命的做工 我不需要依靠上帝的灵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争取来的 我的成功 我的成就 这是错误的 所以你看从第一点的当中 我们看见神的话语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一方面 我们要依靠上帝的灵 另外一方面 我们每一个人 要尽自己的本分 我们要排除万难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依靠上帝的灵 而我们每一个人 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那我们才能够排除万难 我们继续看上帝的话语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章 第五十五章 第十节到十一节 这里说 与血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大家都很明白 对不对 然后你看见圣经说什么 却滋润土地 三个死 死地上发芽皆是 死沙种的有种 死药次的有粮 那么十一节怎么说呢 十一节说 上帝说 我口中所处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那么下面呢 讲的两个成就 所以上帝的话语 一传出去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成就的 阿们 所以各位 每一个礼拜天 当弟兄姊妹们 坐在这个地方 聆听讲台上的信息的时候 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 是上帝的道 所以上帝的道 绝不突然返回 因为如果 与血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的话 那么上帝的话 更是绝不会突然返回 你有这个信心吗 你要相信今天 你听了这篇信息以后 上帝的道 要在你的生命中 要在我的生命中 成就一些事 而这不是我牧师 能够成就你们的 是上帝通过我的口 把这段圣经 跟大家分享 让上帝的话 来帮助我们 我们继续地看 我们一定要依靠圣道 西班牙书第四章12节说 上帝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你看把上帝的道 跟两刃的剑 做一个对比 在当时的时代 最立的 最快的就是两刃的剑 当然今天 已经不是两刃的剑了 今天最快的是什么 最立的是什么 就是济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象 上帝的道 比济光更厉害 他说什么 甚至厉害到什么程度 甚至魂与灵 骨节跟骨髓都能 思路 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变明 这里有两次讲到都能 各位请大家留意 上帝的话有多厉害 他能够进入我们的骨节 骨髓 还有魂跟灵 各位我们知道 当我们的身体 有生病的时候 看医生 医生有时候说 照了X光 X光照了以后 还是看不清楚 那我们很清楚的 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们 要照MRI了 对不对 为什么照MRI呢 因为MRI能够 更清楚地看到 我们里面的 每一个部分 就是骨髓 骨节 什么地方都能够 照得清清楚楚 让医生知道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但是你要知道 照这个MRI的时候 第一方面 费用很高 大家都知道 第二方面 当你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45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 你看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大不大 非常的大 所以你照MRI的时候 虽然对医生有帮助 不过对我们呢 也是很矛盾 一方面 你花钱 第二方面 伤害你的身体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上帝的话 比MRI更厉害 MRI能够照到你的魂 跟你的灵吗 当你的灵 跟你的魂出问题的时候 MRI能够传进去吗 看到你的问题 告诉医生 你现在你的灵出什么问题 你的魂出什么问题 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看上帝的道 是这么的powerful 是这么的有能力 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 要好好的读圣经 当这个和和和本 在庆祝百周年纪念的时候 我们张网会的一个牧者 他就语重心长地 讲了一句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 他说今天 到底还有多少的基督徒 每一天都在读圣经 我问这个问题 你们不用挤手 在我们当中 有这么多人 有谁每一天都读圣经的 你自己知道 就算有读圣经的话 你是怎么读圣经的 有的人读圣经的 很快对不对 读完以后呢 我读完圣经了 那如果你在旁边说 刚才你读什么 我读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读完圣经了 因为牧师教会叫我们 要读圣经 所以我们读圣经了 那么呢 有没有背圣经 更不用说了 你看到吗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今天基督徒 有多软弱 因为呢 因为我们没有神的道 没有神的道 我们长老会 非常注重上帝的道 那我们长老会的基督徒 有没有好好地听道 有没有好好地读神的道 有没有好好地把神的道记下来 我们有没有坚信地信靠上帝的道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绝对不是神话 神话跟神的话只差了一个德 对不对 那是很严重 差很严 圣经是神的话 不是神话 虽然圣经有一些话 有一些读起来好像神话 那不是神话 那是神的话 Amen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一定要信靠圣道 要听神的话语 我们感谢神 第二 第二个信念呢 我为什么能够排除万难 因为我要依靠圣灵 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 很多基督徒对这些圣经都很熟 万经之夜话说 不是依靠私利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人尘世 要依靠圣灵方人尘世 那么圣灵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第14章26节 这是主耶稣说 他的半宝会师 就是父 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请大家注意 有两个要 他要怎么样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你看 宝会师的圣灵 要这样讲 也不是将一点事 一些事 指教你们 是什么 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没有认识 宝会师的圣灵的话 宝会师的圣灵 怎么样指教你 因为圣经耶稣这里 明明地告诉我们说 宝会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 就是因主耶稣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所以宝会师就是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而且圣经说 并且要 这是第二个要 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 怎么样 一切话 你看到那个蓝色的字吗 一切的事 跟一切的话 所以如果大家 没有好好的读圣经 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 哪来想起神的话 你想不起神的话 你根本没有 你在里面没有神的话 怎么想起神的话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读圣经 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 你看耶稣在三次面对试探的时候 耶稣怎么说 经上记作说 对不对 耶稣不是说我的阿嬷怎么说 或者国渣郎怎么说 不是 是圣经怎么说 各位 当我们神的儿女们 今天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说 那个哲学家怎么说 那个神学家怎么说 或者是以前的古早人怎么说 或者我的长辈怎么说 我的主见怎么说 不是的 我们应该说 圣经怎么说 你能够说圣经怎么说吗 你说得出来吗 如果你没有读圣经 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中 你要从何说起 所以请大家注意 十四章二十六节 宝慧师的圣灵太重要了 第一 祂要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 你不懂的是 宝慧师的圣灵会指教你 第二 祂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就是上帝的话语 好 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祂的身上 就是使祂有什么 术慧跟聪明的灵 牟略跟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其实这节圣经是对主耶稣说的 但是我请问弟兄姐妹们 耶和华的灵有没有住在你们的身上 有没有 有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身上的人 请记手一下 不确定 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 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 阿们吗 我再问一次 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 请记手一下 刚才是我讲不清楚 吓了你们 吓了我一跳 吓了你们一跳 所以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住在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的身上就有什么 智慧跟聪明的灵 牟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阿们吗 所以你要用信心来献成 感谢上帝 你的灵住在我的里面了 所以在我的里面有什么 有智慧跟聪明的灵 有牟略跟能力的灵 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 这个灵不是另外一种灵 是耶和华的灵 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 所以如果你有耶和福音14章26节 如果你有以赛亚书11章2节 我们就能够排除万难 阿们吗 所以圣灵非常重要 圣灵圣经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依靠圣灵 所以我们能够排除万难 第三 我一定要得胜大三 我为什么能够得胜大三 我是何方神圣 所罗巴伯已经很灰心了 他放弃了 所以上帝借助先知撒迦也来鼓励他 所以所罗巴伯没有被大三压死 已经是怎么样 已经很庆幸了 所以你看圣灵怎么说 大三啊 你算什么 在所罗巴伯的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哇 压力三大 对不对 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对不对 压力好像三一样的大 叫做压力三大 OK 在大三能够变成平地 而且呢 所罗巴伯好像还很嚣张 他说大三啊 你算什么 在所罗巴伯的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为什么 大三会在所罗巴伯的面前 成为平地 你知道大安吗 因为所罗巴伯 信靠圣道 所罗巴伯 依靠圣灵 阿们吗 如果今天你和我也一样的 信靠圣道 依靠圣灵 我们同样能够得圣大三 请大家留意 这个第七节非常的重要 现在我们大家来念一下 好不好 把所罗巴伯 变成你的名字 可以吗 我示范给大家听一下 比如说 大三啊 你算什么 在红帽祥的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可以吗 现在你念你的名字 可以不可以 不要念我的名字 念我的名字 就谢谢你了 你念你的名字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名字 对不对 来 一二三 大三啊 你算什么 在红帽祥的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好像有人不太相信 我们再念一次 好不好 大声念一次 念你的名字 来 大三啊 你算什么 在红帽祥的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各位你要排除万难 你一定要相信 我能够得胜大三 因为我信靠圣道 我依靠圣灵 所以大三在我面前 变成平地 好 我们看下面 马可福音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很重要 这段圣经 耶稣讲了两次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看到吗 二十四节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那我实在告诉你们什么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说 无论何人对这座三说 很奇怪哦 对三说 那么下面呢 二十四节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那么很清楚的 二十四节讲祷告 那么二十三节是不是祷告 二十三节不像祷告 对不对 我们祷告是 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 对不对 对上帝说话 是不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吗 那么我们不可能 对三说三啊 三神啊 躲龙躲龙 你一开一下 你一开一下 你挡住我的路了 我们不可能 对三祷告 那么呢 到底这两段圣经 在讲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 那个青色的字 二十三节说 此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看到吗 所以呢 对三说话是什么 对三说话是发出信心的 就宣告 奉主耶稣的名 命令 彻折 魔鬼 从你的身上出来 就是对三说话 这个三代表什么 这个大三代表 拦阻 代表压力 代表困难 所以保罗 还有使徒们 当他们赶鬼的时候 他们是奉主耶稣的名 奉拿撒勒 耶稣的名 吩咐那个鬼 从那个人身上出来 所以我们对三说话 是什么意思 对三说话就是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得胜一切的拦阻 得胜一切的压力 叫做做出信心的宣告 而二十四节呢 下面怎么说 他说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说出信心的祷告 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 二十三节是 发出信心的宣告 然后呢 二十四节呢 是说出信心的祷告 都是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我们向上帝祷告 奉主的名 向困难宣告 我再说一次哦 奉主的名 向上帝祷告 对不对 耶和福音这么说嘛 是不是 你们都奉我的名 看我的名祷告 父神就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 来向上帝祷告 所以我们祷告 结束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所以天父上帝 就因做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而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耶稣的名 是不是很powerful 所以圣经说 天下人间 没有靠坐别的名 我们可以得救 同样的 天下人间 没有靠坐别的名 我们可以得胜 基督徒 我们要醒过来 我们要靠 主耶稣的名 得救 我们要靠 主耶稣的名 得胜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宣告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就可以得胜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我们同样能够得胜 这就是我们要得胜 这就是我们要得胜大三 我们来看 第四个信念 我一定要付出代价 索罗巴巴的手 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你看这里讲到手 各位不要以为 索罗巴巴信靠圣道 依靠圣灵 他坐在那个地方 敲脚 喝咖啡 那事情就解决了 不是的 索罗巴巴要付出代价 他的手 看到吗 然后我们来看 诗篇127篇 第一节 大家都很熟悉 若不是耶稣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往南劳力 若不是耶稣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往南进行 请大家留意 这里讲到耶稣的建造 跟人的建造 对不对 这里讲到耶稣的看守 跟人的看守 我请问大家 是耶稣的建造比较厉害 还是人的建造比较厉害 是耶稣的看守比较厉害 还是人的看守比较厉害 大家一定告诉我说 一定是耶稣的建造 耶稣的看守比较厉害 对不对 因为他是神 对不对 那若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人的建造 为什么还要人的看守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上帝啊 你建造就好 你这么厉害 你是创造天地的主 上帝啊 你看守就好 你看守我就放一百个心了 那我何必要来建造 我何必要来看守 定得 福建话说定得 对不对 我再来建造 我再来看守 是定得 是多此一举 化舌天柱嘛 是不是 不是的 各位 上帝要建造 上帝要看守 不过上帝也要 你和我 一起建造 一起看守 阿们吗 我们的家 要不要建造 要不要建造 要建造 我们的家 要不要看守 要看守 但是单凭你的力量 看守跟建造够吗 不够的 我们要怎么样 求上帝建造 求上帝看守 好了 上帝建造 上帝看守我的家 那我就可以 不要管了 我就不管我的家了 反正上帝建造 上帝看守 我放一百个心了 不 你还要建造 我还要建造 你和我还要看守 各位 其实上帝 根本不用人的建造 不用人的看守 上帝坛子之间 全部事情都搞定了 你同意吗 但是上帝 要你的建造 要我的建造 要你的看守 要我的看守 上帝何等地看守我们 上帝要我们怎么样 上帝要我们付出代价 上帝不要做我们 不要我们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 当然相反的 你也不要以为说 我建造 我在那边拼命建造 我在那边拼命看守 上帝啊 你太忙了 你去管别人 不要管我 你又不能够这样 对上帝说 同意吗 这是这段圣经所说的 好 第五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这里看到什么呢 看到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各位我们知道 索罗巴布是在主前537年 带领五万个犹太人 回到耶路撒冷 这是第一次的归回 而索罗巴布在各年 536年就带领犹太人 重建圣殿 但是中间因为有内忧外患 而停工 知道怎么样 直到520年的时候 才继续在建造 最后在516年的时候 才完工 那么我请问大家 他当中经过多少年的时间 536年开始 516年完工 经过多少年 20年 哇 各位想到当年 张义父母师带领长职 刚才我就 我来到这里 第一个就想到李花长老 因为那时候 我们教会跟江尼泊大礼堂 这个本来 我告诉你 可能当中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历史 如果不是上帝的带领 怜悯的话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 有两间波达尼堂 听懂吗 这个历史 不要讲这些历史 这些过去的历史 但是上帝的恩典 让江尼泊大礼堂 能够在这里成为江尼泊大礼堂 那我的泊大礼堂 不叫做巴雷巴 我们是在 阿伯巴雷巴 我们的名字没有巴雷巴 没有阿伯巴雷巴 我们叫做 伯达尼堂 所以各位 我们看到 当年你们的坚持到底 好不容易 但是在盖这个礼拜堂的时候 真的很不容易 感谢上帝的恩典 你们也能够 时间到的时候 又在第二次的付款 继续的另外的三十年 我求上帝要恩待 赐福你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到底 因为我们信靠圣道 依靠圣灵 阿们 所罗巴不能够坚持到底 因为他信靠上帝的话 万君之夜话说 他听进去了 神说不是靠势力 不是靠才能 他听进去了 要依靠上帝的力 感谢上帝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们看这段很重要的圣经 西班牙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说 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银采围绕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各位我们有各样的重担 我们要放下来 还有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也是一个重担 生活的重担跟罪业的重担 我们都要脱去 都要放下 然后存心忍耐 喷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 喷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呢 因为我们是仰望 为我们信心创始 城中的耶稣 就是我们要专注在 主耶稣的身上 新一本的圣经翻类成 我们要专意的 注视耶稣 仰望耶稣 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的耶稣 那么耶稣 他怎么样呢 他也摆在他前面的喜乐 其实耶稣摆在他前面的不是喜乐 摆在他面前的是十字架 对不对 不过呢 他看到的是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各位 耶稣他所看到的不是十字架 耶稣所看到的是十字架 背后的什么 上帝的宝座 哈利路亚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 我们为什么能够摇紧牙根呢 因为我们弟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有这么多见证人 他们已经走过了 而且他们得胜了 他们排出万难了 而我们的主耶稣 也一样 他走过了 他得胜了十字架的苦难 他从死里复活了 坐在上帝的右边 所以我们今天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仰望耶稣 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不要看环境 不要看人 那么我们就能够忍受苦难 我们就能够轻看世界的一切 你看到吗 这里用轻看 这里用忍受 最后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耶稣坚持到底 我们也能够坚持到底 那我们要仰望耶稣 耶稣会帮助我们 Amen 感谢上帝 我们要坚持到底 这样子到底 我们就能够达到终点 我们知道艾蒂森 他经过了一千多次的实验 结果他成功发明了电灯 对不对 肯达基的这个创始人 这个将军也是如此 他也是经过了上千次的失败 不成功 最后呢 他跟别人合伙 开始了这个肯达基架像机 所以这些伟人他们的成功 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哈佛大学 或者是什么出名的 有什么靠山背景 不是 乃是因为他们能够坚持到底 各位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因为上帝的话 因为上帝的灵 我们感谢主 最后 我一定要排除湾难 这里说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按在垫顶上 这一块石头是最后的一块 按在垫顶上 然后圣经说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完成这功呢 就是这么 把最后的一块石头 按在垫顶上 所以我们感谢神 最后 我们看到索罗巴巴 他终于把圣殿盖起来了 把圣殿建造完毕 同样的我们看尼西米 尼西米也是如此 尼西米在圣经的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记的时候 看到这里说 城墙共修了什么 城墙共修了52天 然后圣经说 仇敌啊 我们的仇敌 视为的外邦人 便惧怕 从没不展 因为建这工作的完成 是处服我们的上帝 各位我们知道 两公里的城墙 夜两公里的城墙 能够在52天修完 真的是不容易 如果我们看 那尼西米记第四章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见 三巴拉 他联合的一些人 怎么样 要来阻挠 以尼西米建造这个城墙 那么我们看到 在这个 尼西米记第四章的时候 第八节说 他说 大家同谋 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使城内扰乱 第九节 尼西米怎么说呢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 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所以你看到 在尼西米记第四章怎么说 他们是一半做工 一半拿兵器 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你看到吗 所以我们看到 尼西米 他重建城墙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困难 一波未完 一波又来 但是他坚持到底 他最后他排除万难 各位如果我们知道 一件事情是上帝要我们做的 就是带领你的家人信主 或者你祷告后 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要我们做的 你要有这六个信念 我不是说你要去买佛利 你要排除万难的信念 你有一天一定会中 我一定要信靠圣道 我一定要依靠圣力 有一天我一定会中佛利 当然这个是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你根本不可以做一点犯罪的事情 你用这个信念 这完全是不对的 是你知道你要做一点对的事情 是上帝要你做的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我们大家一起来 工整的来念 很有信心的来念 好不好 我一定要信靠圣道 我一定要依靠圣灵 我一定要得胜大山 我一定要付出代价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一定要排除万难 这样斯文的声音 大概是很难排除万难 我们大家站起来 大家站起来 激昂一点 我们戴口罩 我们大家很整齐的 很有信心的来宣告 好不好 那么宣告完了以后 我们怎么说 哈利路亚 可以吗 双手挤起来 那看看你会不会醒过来 可以吗 我们大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本来应该念三次比较好 因为 哈利路亚 说无杀不省力 但是我们念一次就好 我们大家带着信心 带着吉昂的语气 我们一起来念 请 我一定要信靠圣道 我一定要依靠圣灵 我一定要得胜大山 我一定要付出代价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一定要排除万难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用掌声保荣耀 感谢贵给神 请坐 大家也没有精神一点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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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好 最后 排除万难的信念 我一定要信靠圣道 上帝的话 我一定要依靠圣灵 上帝的灵 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 下面的什么东西都不会发生 你就不能得胜大山了 你就不能付出代价 你就不能够坚持到底 你就不能够排除万难 我们能够排除万难 是因为我们信靠圣道 上帝的话 因为我们依靠圣灵 上帝的灵 因为有上帝的话 上帝的灵 所以我们能够得胜大山 我们能够付出代价 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最后我们一定能够排除万难 Amen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好吗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现在 正在遇到怎样的困难 但是上帝今天对你说话 要你排除万难 你要有排除万难的信念 排除万难的信念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信靠圣道 你一定要依靠圣灵 而且我们要付出代价 而且我们能够得胜大山 得胜一切的困难 我们要坚持到底 最后我们就能够大功告成 我们就能够完成目标 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使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 你现在正在遇到困难 你要信靠神的话 你要依靠神的灵 让上帝的话充满你 让上帝的灵来充满你 来指教你 上帝的灵住在你的身上 就是使你有智慧跟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也化的灵 你就能够排除万难 保护世的圣灵 在一切的事上要指教你们 上帝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要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当中有一道挑战 一道困难的人 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 大家不要看别人 你有重担 你有压力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 我们来祷告 父神 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为做降临布达尼堂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们 以及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来祷告 上帝啊 你在我们的中间 你知道我们当中 有哪一个人正在面对困难 健康上的困难 婚姻上的困难 家庭的困难 工作的困难 学业的困难 工作的困难 种种的困难 天父你都知道 那是天父啊 谢谢你 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可以信靠圣道 我们可以依靠圣灵 我们可以得胜大山 我们要付出代价 我们要坚持到底 我们要完成使命 我们要排除万难 我们谢谢你 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不仅是得救 让我们更是能够得胜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贝得胜的生命 大家一起说 阿们 请坐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